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熟龙的朋友就在说话方面一定要小心一点了 然后熟狗形态税 熟老鼠就凡是核态税 当心马就害态税 刚才说的六个生肖里面其实都受影响 当中只有五个就是刚才我们说熟牛熟龙熟马熟羊熟狗都要特别小心一点了 犯态税不一定差在我们来说就是变化比较多 牛本命年特别要注意身体健康 羊三春年三春年就是变化比较多 另外的几个生肖在我们来说就是可能人家关系 是非口闲 身体健康多一点小问题 其实犯态税不用怕 你主动去变一下就行了 以上这些犯态税的朋友们可要留心听了 没准下一个走运的就是你了 2021牛年十二生香 世运运排行榜 2021年世运运排行榜 第三名就是熟龙的朋友 因为它有太云心 有庞福心 第二名就是熟鸡的朋友 因为它有绿星心 还有杖心 以后最好的幸运就是熟蛇的朋友 有波音心 还有三排心 我们要好好把握一下啦 2021牛年十二生香 财富运排行榜 2021年财运的排行榜 第三名是熟老虎的朋友 因为它有天宇贵心 还有太阳心 以后第二名就是熟马的朋友 因为它有月德心 还有玉堂心 最好财运就是熟龙的朋友 因为它有太云心 还有庞福心 还有好的朋友 今年就要把握一下啦 2021牛年十二生香 桃花运排行榜 2021桃花运排行榜 第三名熟马的朋友 因为有闲齿桃花心 第二熟猴的朋友 因为有天宇贵心 第一名就是老虎了 它有天宇贵心 还有太阳心 没有桃花的朋友还是单身的 好好把握一下啦 下面就请麦琳老师 从我们的本命年生肖牛开始 让我们看看他们的运势如何 并且有哪些独家的开育秘籍呢 好的 那熟牛的朋友 今年你们是本命年 中文觉得本命年 一定要有一些好事情 最好是什么 结婚 肩丁 买房子 如果有一些大好的事情 在我们来说呢 今年半太岁不好的事情 就可以压下去 本命年当然如果你说 哎呀老师我没有打算结婚 那么今年就有分手的机会了 因为呢 只是年份在我们来说 是一些我们中文叫一些关口的年份 就是你要有个坎 你要跨过去 所以今年是变化 如果那个变化就是离离合合的变化 就可能是一些家里人的变化 也是一些从地方的变化 所以今年只要有变化就好 没有变化反应不好 而且本命年呢 通常呢 心情比较差 情绪有点低落 所以今年就不太开心 一般来说 如果可以多走动 我觉得在我们来说 是直接开心一点点了 犯太岁的年份 一定要多走动多变化 因为今年没有什么大好的吉星 只有那个瓦盖 瓦盖是什么 瓦盖是以前皇帝出唇的时候呢 那个天盖 都是一个罗杉 它是有点才华 那个才华 代表了有点孤芳至少 所以呢 留今年呢 感觉上是自己蛮孤单的年份 而且呢 今年身体健康又不好 人又有点情绪低落 所以重大的决定 我觉得先别做 然后呢 就去晚晚呢 华人士 今年没有 不要把自己的目标定的太高 但是一出才华 还有在世界上还是不太差 但是最重要 最近要要留心的 就是心体健康 因为今年有见风 那个心 见风是什么 是瘦香 金属是瘦香 开车的朋友 或者是平常要结束金属的朋友 特别要留心 我觉得过年前过年后 去现学啊 或者是检查身体啊 对自己的健康运会好得多啊 当然如果你说 老师我今年就买了房子啊 装修啊 或者是结婚啊 天丁啊 在我们来说 如果有几些大好的事情 那么本命年就不怕了 所以你先有心理准备 今年不太稳定 能办好事就做好事 不然的话 今年还是一些比较平平稳稳的过 就已经很满意了 那么作为本命年的牛 在牛年有没有什么开运的秘籍呢 当然牛如果你说 老师我先保保平安 怎么做 配一个老鼠的 因为牛跟老鼠是好朋友 犯太税呢 就是好像人家来打你 如果你不跑掉就受伤 所以你就找一个跟你好的朋友 那个老鼠就是跟你好朋友 所以配戴一个鼠的平安 事物 或者是在家里面 多放一些老鼠的东西 对你来说都是比较好的 那说完属牛的朋友的运势 那么就按照顺序 来介绍属虎朋友的运势吧 嗯 好的几题 因为老虎呢 在牛年来说 蛇行消息中呢 可以说是属一属二怎么好了 它有很多的贵人心 它有天女贵人心 有太阳贵人心 还有红轮 好 所以就我们来说 今年呢 又好好的把握一下 为什么呢 因为过了2021呢 2022之后呢 就是犯太税的年份了 通常犯太税前面一年 还是可以的 但是犯太税的年份 我们到了年底的时候 预备犯太税的时候 就要特别小心一点了 老虎的朋友 今年有贵人 所以呢 打工的朋友呢 今年新鲜的机会是比较高 还有因为今年有太阳性 太阳性 男性的贵人性 如果你做的行业是跟男人有关 好像是我卖那些男性的衣服啊 而且因为我卖切啊 卖音响啊 这些东西 都是男性的客人为主的话呢 今年做的特别好 而且老虎的女孩子呢 今年有那个太阳性 那个是她发新来的 还有加上红轮那个性物 太阳是一个男性的贵人性 红轮是一个你可以结婚的性 所以如果还是单身的老虎的朋友 女孩子 你今年把握一下 太阳也是一个远处的心 远处的心代表你可以 如果做生意的朋友 你可以开拓一些海外的市场 在我们来说 今年多走动 多去外地 是比较开心 比较理想的 今年没有犯太岁 所以整体来说 还是开开新兴的年份 对于属虎的朋友 在牛年有没有什么开运的方法呢 那其实今年因为有太阳性 太阳有那个心呢 代表我们可以多走动 多去外地开开心心的 其实也是晒晒太阳 但是今年也有松心 松心就是那个晦气那个心 那个心代表你跟人家 沟通的时候呢 有一些得罪人了 所以今年说话 一定要小心一点点啊 而且出门的时候 多出门的时候 当然要保平安了 如果你说 今年小心一些行李啊 或者是可能行情有些延误啊 那些注意一下就行了 好的 那属虎的朋友 2021牛年 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嗯 褲子呢 刚刚经过了犯太岁的年份 过了犯太岁 因为它在老鼠年的时候 轻微的犯太岁 来到牛年 好一点点了 但是还是没有急性 所以今年还是要靠自己 很多东西都要轻力轻微 没有急性的时候 一般呢 我们就会把另外的心 借过来 但是借过来的心呢 只有一点点的力量 它能借到熟机的心 就借了一点点的 关于那个西运的心 有那个绿心心 还有那个降心 所以呢 西运还是可以 但是问题是今年 能借过来的心 只有30%的力量 所以今年还是辛苦的年份 而且家里的运一般般 因为今年有很多 对家宅运不太好 现在有蛮多的心心 所以今年最终要做的 我觉得还是要 第一 关心一下家里的老人 然后 我们怎么可以提醒家里的运呢 其实在我们来说 最好最好的方法 就是把家里装收一下 为什么呢 如果你住的地方 要装收 那么你就 家里运就好麻烦 你主动去做 那个比较麻烦的事情呢 反而可以提醒家里的运气 尤其是老人的健康运 你说装收好麻烦 老师我们就问一下家具 床边啊 沙发啊 不把它换一下就比较好 而且今年有那个 我们说不太有力的披头心啊 还有一些摘纱啊 就是心呢 这个身体健康 特别要注意一下 如果多做一些正医 需要的好事情呢 都会对自己的运气 可以增加 对于属兔的朋友 在牛年会有什么样的开育方法呢 那兔子如果你说啊 非常担心啊 怎么可以好一点点 我觉得你今年 留心家里一些位置 多放一些铜的东西啊 就可以发那个并心的位置 因为今年近北还有东南 都是并心到的位置 这些位置别动它 多放一些啊 好像是保平安的葫芦啊 或者是一些铜的东西 在里面 在我们来说呢 就健康运可以提醒 健康运好了之后呢 就其他东西都会好的啦 好的谢谢老师 那接下来就要重点 提醒一下属龙的朋友 在牛年会有什么样的风云经历呢 嗯 那属龙的朋友 你要小心一点啦 因为属龙的朋友呢 在牛年其实是犯太岁的 犯太岁呢 就是原来龙跟牛不是好朋友 当你跟那个年份不是好朋友的时候 做事情就会有点有点麻烦啊 有点比较周结一点点 那个叫做太岁 破是什么 年纪关系的破坏 有那个破坏的话 有好端端的事情啊 或者是你跟好朋友啊 容易有一些误会 好本来好的 或者是得罪了一些比较重要的人 所以今年我们特别要小心啊 好的今年都有几星 就有太阴还有庞福 太阴本来就是一个财星 但是那个财星是慢慢来的 所以今年不要惨慢啊 做一些比较长线的投资还是可以 太阴也是一个女性的贵人性啊 所以属龙的男孩子 今年你能遇到也是你喜欢的女孩子 也是一个桃花一点点的桃花 但是胎应应该是在年纪上呢 大过自己一点点的啊 所以如果你不介意 今年有个姐弟恋 我觉得还是可以 还是一个开心的年份 胎应也是一个女性的贵人性 有厉害性的话 如果你做了生意 跟本来就跟女孩子是比较关系 比较多的 好像卖一些女生的衣服啊 或者是做美容啊 做化妆啊这些 今年也可以说是财源滚滚啊 身体健康方面呢 今年还是明明常常的可以 因为但是破胎税的年份 还是有一些比较小的问题 皮肤啊 还是肠胃啊 比较容易有一点小问题啊 还有就是在那个钱方面 今年呢 因为容易有一些金钱的小问题 所以今年不要给人家做一些担保啊 或者设一些借态的东西 就会好一点点了 老师那关于属龙的朋友 他们在今年会有什么样的开运大招呢 那属龙的朋友要开运呢 在我来说因为今年是犯态税的年份 一定要配一个比较好的 就好像是鸡的鸡强物 因为龙跟鸡是好朋友 前面都说过了 因为如果啊 你犯态税就好像是人家来打你 你一定要抓个好朋友跟你走在一起 龙跟鸡是好朋友就配一个鸡 还有呢今年呢 因为人家关系收到破外嘛 所以我们就要留心一个位置 又是那个是非口鞋的位置 是非口鞋的位置 是非口鞋的位置 我们别放一些绿色的东西 今年就是那个西南那个位置 我们别放绿色的东西 可以多放一些红色的东西 就可以把人机关系弄好一点了 好的谢谢老师 那属蛇的朋友呢 去年有贵人相处 不知道牛年他们的运势会如何呢 属蛇的朋友呢恭喜你了 因为是跟牛本来就是好朋友 当你跟太岁是好朋友的时候 当年就事情就会顺一点了 今年还有一些对私运非常好的心 今年有国运心还有三台心 国运是一个权力的硬 就是今年可以新签权力加大了 还有三台三台就是一个T街一样 步步高升的意思啊 往上走的意思 但是当然今年也有一些松心 好像那个官服是那个官司诉讼的声音 他跟人家打官司 然后有语鬼 就是有点疑神疑鬼 还有几倍 几倍就是有人家在后面骂你 所以人际关系方面呢 都要小心一点点 今年幸运是非常非常的好的了 如果想换工作或者是考试试的朋友 我觉得今年呢就可以把握一下啊 但是今年在感情运来说就一般般 因为今年所有心都集中在那个孙运里面 感情呢你就比较平稳平淡一点点 而且在我们来说今年呢你就很多精力都要在工作上 所以呢就有点旁边的人不太理解你啊 有一点点那个情况 那对于属蛇的朋友 牛年有没有什么开运的方法呢 那属蛇的朋友如果今年你想好一点点呢 今年要留心那个官非嘛 当你签那个合同啊文件的时候呢 我觉得多请教师捐业的人士啊 在我们来说小的就是是非大的就是官非都要留心 那个西非身非邻的位置就是西南那个位置 不要放绿色的东西 如果再放的话呢就很容易有一些小问题了 还有今年桃花运不太旺啊 如果真的想要桃花的朋友 可能要人家奖辈揭笑一下 或者是搭配一些旺桃花粉金红纹 这些对你都是有利的啊 好的谢谢老师 那属蛇的朋友呢去年冲太岁 不知道牛年今年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嗯那属蛇的朋友呢 在那个牛年的时候你是第二年的放太岁了 今年还是放太岁 对啊在老鼠年的时候是飞的冲的非常的厉害 今年还是有一点点的发没有这么严重 所以呢稳定是稳定一点点 但是今年我们叫害太岁 害是有人来陷害你 所以人籍关系要小心陷害呢 我觉得今年做事情低调一点不要太高调 而且呢在在那个工作的环境里面 想说话多做事就比较安全一点 今年有月德心有玉堂心啊 都是有贵人玉堂就是金玉满堂的意思 钱还是能赚得到的 而且今年有闲时桃花 闲时桃花是什么来的呢 就是一个比较短的桃花 在我们来说也是一些烂的桃花 而且今年有那个小浩那个心 小浩就是一个货财的心 啊小浩那个心不是大货财是小货财 小破财的时候呢你就多买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 平常你不太喜欢买你都可以多买一下 今年就会好一点点了 老师那属马的朋友在牛年会有什么样的开运方法呢 那属马的朋友如果你有开运的话呢 一定要配一些太岁事物 马跟羊本来就是好朋友 但是羊自己都放太岁了冲太岁了 所以呢就只身难保了 然后呢老虎狗之中呢 那个属狗也是放太岁 所以呢我们只能配那个老虎 加一个白姐的那个食物呢 对你来说是比较好一点点 当然我们刚才说 今年有一些烂桃花 你就别吹忘那个桃花味了 桃花味呢 今年呢在那个牛年的时候呢 是在那个近南那个位置 所以南边我们不要放花了 把桃花剪下去呢 多放一些石头的东西 不要放些水 不要放些花 那么不然的话 你这桃花太多太多的时候呢 容易有三角关系啦 好的谢谢老师 那聊完了属马的朋友的牛年运势 我们来看看属羊的朋友 牛年的运势吧 属羊的朋友呢 你要有心理准备 因为今年是双冲的年份 所以星秋之中呢 你是变化最多 今年一定要多点走动 不要带在一个地方 在我们来说是比较好 因为之前都说过了 饭菜睡觉好像人家来打你 能走就最好 而且你是相冲的年份 今年就只有一个地景 一个新地景就是家里的变化 买房子 装修搬迁 去另外一个地方 走动都是比较好一点点 出外出差 如果打工的朋友 今年多争取一下出差的机会 今年有税破 税破是人际关系的大破坏 就是本来对你最好 或者影响最多的 你就把那个关系呢 破坏了 所以今年是满场的年份 但是我觉得 只是一年 我觉得不用太担心的 还有那个大号 那个新大号是大破财新 大破财新我们不可以投资 小的投资大的投资都不能做 不要把现金楼在身边 或者你说我把钱都压在一个比较固定的 或者是买一些食物在我们来说是比较好了 蓝针是代表困难重重的心 还有一些女性贵人的心 今年也是容易有问题 今年不能跟女人合作做生意 容易吵架 今年是蛮困难的年份 而且容易受伤 扭伤的年份 身体健康也是比较多问题 所以呢 如果平常有做运动的朋友 今年早特别容易受伤 在那个年份里面 我们小心一点 重大的决定先别做 如果今年能够结婚就结婚 没有那个心灵 没有那个结婚的打算的朋友 今年是容易分手的年份啦 那属羊的朋友 在牛年有没有什么样的开孕方法呢 那属羊的朋友 如果你想开孕一下呢 配一个生肖西物 对你来说是比较好 因为好歹都是犯太岁嘛 羊本来跟马是好朋友 但是马自己都是犯太岁 你就要配兔子还有猪 对你来说是比较好 当然我觉得呢 身体健康最重要 犯太岁的年份 健康容易有问题 所以今年呢 看着那个东南那个位置 还有近北那个位置 我们别动它 不要放植物 不要放些水的东西 最好放些红的东西 那么呢 身体健康就会好得多啦 好的 谢谢老师 那属猴的朋友 牛年会有什么样的运势呢 嗯 猴子今年呢 恭喜你了 还是 学生销之中呢 算是不错了 今年有一些大好的心在 有挤挥 有龙子 大的集心 今年是贵人呢 是比较有力的贵人 还有清醒 开心的心 今年可以结婚 可以生孩子 就是身边还没有男朋友 女朋友的人呢 今年可能昨夜有一些桃花 以后很快就决定结婚了 我们叫那个就 显婚对吧 在我们来说 今年是一个比较开心的年份 工作也好 感情也好 财运也好 都是就比较好的运气 但是要小心 因为到了老虎年 你们就相冲了 通常来说呢 一年好 一年就犯太岁 犯太岁前面一年还是不错的 所以今年准备得好 一点把握一下 然后到了农历10月 10月12月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好好准备 迎接一个冲太岁的年份了 今年多做一点 今年是容易有一个心呢 就容易在财运上有点落差 所以要投资的朋友要记住 有钱你就先把它收下来 不要太炒卖的太厉害 我们今年有一点点的偏财 只是做生意的朋友呢 今年有时候很好 有时候很差 所以一定要准备的好一点点 对于鼠猴的朋友 今年有没有什么样的开运方法呢 鼠猴的朋友 如果你想再好一点 有个开运的方法 因为今年桃花反正是特别好嘛 如果担心的鼠猴的朋友呢 我觉得留心今年桃花的位置 今年桃花的位置 在镇南那个位置 我们都把一些香花 但是如果你说新边已经有人了 我不要桃花了 那个位置呢就别放发 不要放些水的东西 多换一些小石头 在那边就可以把桃花夹下去啦 好的 谢谢老师 那鼠猪的朋友已经走出了太岁的阴影了 牛年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嗯熟悉的朋友呢 来到牛年不错了 因为鸡跟牛是好朋友来的 当你跟太岁是好朋友 当然人家会关教你了 而且多一些合作的机会 今年有绿勋心 绿勋是那个 以前我们叫乔婷 请你还人工加了 打工的朋友今年不错了 还有呢 匠心一个领到才能的心 还有天解解决困难的心 但是天解那个心呢 不是完完全全的一个急心来的 就是有困难才要解决 所以今年先男后裔 今年多一些内心做事情呢 慢慢来 开拓的时候还是有点周结 后来就好一点点了 熟悉的朋友 还有今年呢 有松心的 有白斧 白斧是很松的女孩子 今年桃花来说 遇到的女孩子一定脾气不好 还有浮沉 那个心浮沉代表了水啊 或者是一些危险的 如果要去玩一些户外的活动 我觉得今年呢 还是小心一点 或者是跟朋友一起去 或者是 在我们来说 一些户外比较危险的东西 好像去潜水啊 或者是一些攀山啊 我觉得还是别做了 这个安全 我一下 那老师 对于暑机的朋友 牛年有没有什么开运方法呢 那暑机的朋友 如果要再好一点 有点开运的方法 因为今年呢 反正有那个绿熏心呢 有那个心的话 在我们来说 心运一定好 可以有心签的帮忙 啊 今年我们在那个 文昌那个位置 就是正东那个位置 我们可以摆 那四个富贵族 在那边水养的富贵族 那么我们的水运就更改好了 好的 谢谢老师 那我们再看看熟狗的朋友 牛年的运势吧 嗯 那熟狗的朋友 来到牛年呢 其实是放太岁的 那行太岁 行得不是好严重 是轻微的放 但是今年身体健康 一定要注意 因为熟狗跟熟牛 本来就不是好朋友 当你跟太岁 不是好朋友的时候 变化端也比较多 好在呢 现在都有一些急性 有天折 浮肌 还有巴措 但是现在都代表了啊 人都比较开心 而且有一点点贵人 但是身体健康方面 今年实在是太容易受香了 所以呢 我觉得如果要做运动的朋友 今年小心一点 开车的朋友也要注意一下 因为今年容易有路上的危险啊 碰撞啊 还有出门的时候 我们要准备的比较好一点点 基本上呢 熟狗的朋友 今年他又不是一个大的健康问题 只是一点点一点点的小问题 所以呢 也是蛮烦心的 不开心的年份 今年多出门 多出旅游 都晒太阳 可能心情会好一点 比较重要的事情 我觉得今天孩子不要决定 太多的变化也别做 做自己比较熟悉的东西 是比较开心一点点 当然如果今年如果你说 有一次好的事情呢 搬搬家啊 或者是三个孩子啊 今年怀孕 明年上也是不错 为什么呢 牛虽然跟你不合 但是牛年的时候怀孕 然后老虎年的时候 三孩子 再熟狗的朋友来说 也是一个开心的事情来的 好的老师 那对于熟狗的朋友 今年有没有什么开孕的方法呢 熟狗的朋友如果又开孕的话呢 其实可以配戴一个平安私物 就是带一个呢兔子的平安私物 为什么呢 因为狗跟兔子是好朋友嘛 配戴一下 如果上半年的朋友 我觉得可以多配戴金的 下半年的朋友呢 配戴绿的都会是不错的 好的谢谢老师 那我们再聊一下 属猪的朋友 牛年会有什么样的运势呢 那属猪的朋友呢 今年没有冲没有盒 是比较平稳的年份 就是猪今年只有那个一马那个心 一马呢一听就知道是要走动啊 多出门多走动 如果本来你是没有什么出差的机会 我觉得今年你自己争取一下 多点走动 然后在感情上也是 可能今年呢 你出门晚的时候 还是出差的时候 容易遇上一些你喜欢的 我们说是异地姻缘 大家是比较远的 多久动的就可以 可以容易那个感情呢 容易开花结果了 今年不要停下来啊 而且呢 今年还有一些松心 一些松心呢 就是代表了 就是你出门 但是都有一些小小的 小小的问题啊 行李啊或者财务啊容易不见 所以我就觉得 还是平平安安的话呢 可能买一些旅游保险啊 或者是注意一下自己的财务啊 也是都需要的 今年呢 在没有一个大的财心 如果在外地投资 因为有一马性嘛 如果你说啊 我在外面买房子啊 或者是买一些 本来不属于你自己地方的 可能你老家一个地方 以后在一些比较远的地方 投资一下都可以 但是因为今年财政不是特别旺 要投资的话 都一定要保守一点啊 那对于属猪的朋友 牛年有没有什么开运的方法呢 属猪的朋友如果有开运的话呢 因为今年有一马性嘛 一马代表总动 如果要平安的走动的话呢 我觉得今年可以多放一个马的事物在 因为马都代表总动 能放一些马的事物在家里边 又是门口附近呢 今年出门就容易平平安安啦 好的 谢谢老师 那我们最后再来聊一下 属鼠的朋友 牛年会有什么样的运势呢 老鼠的朋友你已经经过了本命年了 来到牛年的时候就是和胎税 和胎税呢 有些朋友是真的是不错的哈 但是也有些朋友是蛮辛苦的 跟犯胎税没有什么分别 所以呢 我觉得今年还是要小心一点 因为呢 那有些朋友在那个犯胎税的年份结婚了 结了婚 今年和胎税的年份就会怀孕 三孩子 还是蛮开心的年份 如果去年是分手呢 今年是个重生开始 但是家里人的孕呢 还没稳定过来 而且和胎税的年份 一般来说老人的健康是蛮繁心的 多点关心他们 也是如果可以啊 去年买了房子 今年装修 今年搬迁是比较好的 好家今年有文腔心 文腔是个读书考试 比较好的心 今年如果进修一下哈 在我们来说是比较好 而考试也是不错 还有呢 今年有碎盒 那个心也是桃花心来的 有太多的桃花心 如果你说老师 我刚刚去年结婚 今年又来桃花心 就不要对人家太热情了 不然就容易有三角关系 健康方面也要注意 因为今年有末月那个心 就是面对陌生环境带来的压力 可能去年你曾经把那个工作换过 今年你还没心下来 还有病毒 都是睡得不好的心 今年容易失眠 容易精神紧张 多去玩玩 在你来说是比较开心的 那对于鼠鼠的朋友 牛年会有什么样的开运方法呢 那鼠老鼠的朋友 如果你要好一点点的话 今年反正有文腔心 文腔心呢 也是官服那个读书考试那个心了 自己的失忆那个心 可以再加旺一点 催旺一点 今年东面那个位置呢 就是文腔那个位置 我们多放绿色的东西 多放植物 而且是系个富贵族 对你来说都会有帮助的 麦琳琳 2021牛年独家开运秘籍 下面有请麦琳老师来给我们讲解一下 2021牛年的开运秘籍和方位 好的 那大家最关注的还是财运 所以我们先来说财运好吧 那今年的财位呢 就在正式那个位置 所以呢 家里如果你说我门口就是正式呢 那么开心了 就是财心到门口了 可以多放一些颜色 比较鲜艳的地毯 那么因为门口特别重要 如果你说门口就是那个位置呢 我们每天走来走去啊 每个人在那边走 就影响力更加大 所以今年财运还是不错的 放一些比较森艳的地毯 还有如果不是的话 再放一些植物在门边 或者是就是不是门口 我们也可以吹往那个位置 多放一些水种的水养的植物 或者是大叶的植物 那个位置呢一定要干净一点 不要放这个杂物啊 不要放一些比较装的东西在那边 那么就影响财运的了 记住财位就在西面那个位置 以后就来到健康那个位置了啊 大家就关注健康 去年老鼠年呢 就是那个病星呢 在近东还有近南 所以我们的整体的健康运呢 都受着关注 今年好得多了 今年就在 只有在北边 还有东南那个位置 但是很多朋友呢 房子呢都是门口是正北的 你要楼心 如果你是北面的门口的话呢 今年就是病星到门口了 病星到门口的时候 我们不要用一些红色的地毯 因为病星本来就是属土的佛生土 那么呢健康就更差了 最好呢是满色还有多用一些金属 或者放一个铜吧 铜片在那个门口啊 因为呢 储身金 那么病星呢 就可以压下去了吧 所以呢 今年如果北面 我们都放铜的东西 别动它 不要放鱼缸 不要放一些植物在那边 同样东南也是有那个问题 所以我们东南那个位置 都不要动它啦 以后 东面 就是我们之前说 蛇心家里面都常常提到的 那个 蚊腔心菲林的位置 蚊腔心在那边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多用一些绿色的植物哈 蚊腔那个心最喜欢就是水 最喜欢就是木 而且水生木 那边放一些水的东西 放一些植物 寄个富贵竹 在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用的 能放在那边 新鲜的机会 而且是竹树啊 头脑的青色都会比较好一点点了 以后说到那个桃花了 桃花的位置在南边 很多朋友 单身的朋友都说 老师我要点桃花 就在南边那个位置放些鲜花 多方些也是鲜艳的东西 如果床头是南边的话呢 那么今年桃花运就比较好了 或者是门口是南边 我们都可以放些发发的地毯 在那边 但是如果不要桃花了 就别放了太多鲜花 或者也是鲜艳的东西了 我可以放些石头 在那边 以后有些朋友想添丁 或者是一些开心的事情 老师我已经跟我爱人 久在一起很多年了 我要结婚了 那么就看看东北那个位置 东北那个位置 或者是今年开心的事情 可以多放下果实 植物在那边 代表了开花结果的意思了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 小心要吵架那个心 吵架家里 吵架吵架你就楼心 西南那个位置 不要放绿色的东西 都放红色的东西 都会对大家的关系 会好一点点的 财位在西面 健康病心的位置 在北面 还有东南边 文腔心在东面 桃花位在南边 还有开心的事情在东北 吵架那个心 别碎忘它 它在西南 其他位置 为什么我们不说呢 因为这些位置影响不大 所以跟着那个图 我们就可以开晕了啦 非常感谢麦琳老师 给我们带来满满的干货 最后呢 有请麦琳老师 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送上一些祝福吧 我祝大家牛年身体健康 事事如意 再次感谢麦琳老师 朋友们下期再见 下次再见 再见